自6月29号以来 一头被称为小布的体长约8米的幼年布什鲸 连续好几天在深圳大鹏湾现身 这几天这头鲸被观察到露出海面捕食鱼群 捕食的时候会张开大嘴角度接近90度 一直在快乐干饭的小布也迅速成为了网红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是时隔十多年布什鲸再次现身大鹏湾海域 丰富食物可能是它现身的主要原因 随着小布现身大鹏湾的热度不断上升 7月3号当地海事局发布重要通知 请船舶航经相关水域保持安全航速 不要围观 不要靠近 不要投胃 通过连续几天的观察 专家初步判断它极有可能是一头未成年的布什鲸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头鲸活泼好动 连续五天在海面捕食 他可能在追逐一群的时候 就追逐到我们这一片海域的活动 目前来看的话 这头布什鲸是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状态 为了做好布什鲸保护工作 大鹏新区成立了鲸豚保护联合工作组 专家团队还在布什鲸身上安置了吸附性性标 采集布什鲸的相关数据 目前 深圳市大鹏新区相关部门 以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监测和管理 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布什鲸 布什鲸的块头部小 平均长度12米 它的腹部呈黄白色 背部呈深灰色 背脊突出 呈镰刀状 头顶有两个气孔 气孔与头部尖端之间有三个平行的突起 布什鲸是唯一在赤道附近暖水海域常年生活的虚鲸 目前分为远海和静岸两种 是金木动物中较为罕见的物种 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十分有限 在2021年国家林草局颁布的最新版 《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 布什鲸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近年来 布什鲸频频现身我国华南沿海 今年2月份 广西科学院团队在北海维州岛海域巡航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头布什鲸跃出海面捕食 并与科研船擦肩而过 专家介绍 这几年经常有布什鲸在维州岛附近海域出没 最多的时候陆续有30头布什鲸前来布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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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